那么初阶心智图的使用 他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法则 如果你是要输入的 比如说你是要做阅读 就是你要建立这个心智图的 你要透过阅读 然后快速的理解 然后把心智图给做起来 那你就是注意 就是三个动作而已 就是阅读理解 摘要 就是把它摘要出来 摘要出关键字或关键句 然后放在你的心智图里面 然后摘要的差不多了 你再来做分类 做分类 那分类就是用意就是 把那个整个 把你的那个知识智慧的部分做整理 做分析做整理 然后做归类 做归类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检视你的整体架构 再去修修补补补 哪边有缺 就那个地方再去阅读一下 然后再把它补进来 哪边太多了可以整合 就做一下调整 所以是栽药分类架构 这是建立心智图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 那如果你是要产出 什么叫产出 比如说 我是要把它拿来做写作文 所以我是要自己去想一些东西出来的 想一些东西出来 或者是你要拿来做演讲 所以你自己要想一些内容出来 那所以他的动作就是你把内容先大略想一下 然后想了一堆东西之后来简单的做分类 再把架构给建立出来 所以大概的原则就是栽药发想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个就是分类 第三个是把架构整理好 好,我们先讲这三个步骤 讲这三个步骤 好,那我们就先从阅读理解开始 好,那我待会我这边示范的例子 会用网路上的社会 一些常见的那个教育心理学 或者是社会理论 来当作 例子 那各位老师如果你要自己练习 你不一定要follow我这个主题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比如说语文课的课文 或者自然课社会课的课文的内容 或者你自己想要去了解什么叫做 叫做什么翻转教育 什么叫做什么东西 或者你想要了解的一个理论 好,来做练习都可以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 我就先来示范 这一个部分 然后等一下会请各位就是一边跟着做 好 好,那那个 至于那个 陈老师问说那个技术的部分 括号怎样更改样式 那个我们等下最后有时间再来再来提 那个有关工具 美化的技术的部分 那个不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个我们等下再来提 好,那我们先开一个新的 档案 好,那在这个新的档案的架构里面呢 首先你要针对你想要了解的一个主题 先去做阅读嘛 好,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社会十大理论 那所以你会去Google 好,现在学习最快的方式就是找Google 好,所以我就去 假设我今天遇到一个 新的问题 我想要去了解它 那我就去Google这个题目 关键字 好,各位你随便自己找自己的主题 那我这边先随便找一下 那个课纲的基本能力 好,那所以透过你的阅读 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情是透过你的阅读 把那个关键字给抓出来 把关键字给抓出来 好,那在抽象化的过程 在抽象化的过程呢 这个是看个人的理解 个人的理解 那假设我今天我要归纳一下 课纲的基本能力的部分 好,那你就去做基本的阅读嘛 那所以以这篇文章来讲 我现在跟各位一样 我都是第一次看这一篇文章做摘要 好,所以这边有课纲的理念对不对 好,所以我就大概很快的看一下 18岁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嘛 这是课纲的理念 好,所以这个 能够自发互动共好 好,然后核心 核心素养 分为 这三个部分 知识、能力、态度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一边阅读 一边就可以把 攻击给踢上去 好 好,那 好,那如果你是从网路上抓的 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 那所以 他这边 知识 素养指的是 素养,这边讲到素养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这样直接 复制 在这里按贴上 他就会直接放到指节点 然后素养指的是一个人 接受教育后所获得的知识 还有能力 然后还有态度 像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那当然你要去 第一次阅读 我们通常都会 就是整个仔细的阅读一下 然后才会知道说他的重点在哪里 那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 对这个文章很陌生 对内容很陌生 你有可能会栽到 整个句子 就比如说这样 你可能一开始栽到的会是整个句子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都很OK 你对这一个概念越不熟悉的时候 你还 你越不能找出他的 最重要的关键词 关键句 这个时候OK 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可能第二次第三次 或者你有经验了 你对这概念已经有一些熟悉了 你可能 之后呢 你会觉得说 当我看到 姿势 这一个字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他指的就是 一个人接受教育之后 所获得的姿势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简化成姿势 就可以简化 所以这个都OK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你一开始 怎么栽出来都是一堆 一堆句子文字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除非说 你未来越来越熟了之后 那个东西你已经都很清楚了 你把它抽象化成姿势 这一个符号 这一个关键字 那你看到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代表后面那一串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字来 关键字来取代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 那他会具有特质 核心素养的特质 被同时涵盖 这些东西就是 只一个人接受教育之后 会有以下特质 同时涵盖知识 能力态度 知识能力态度 所以就把它推上去 那你也可以分开贴 如果你后面 要对 这个我们抓新制度的 栽药的过程都是慢慢去改进的 所以你一开始贴这样也可以 但是后面如果你又阅读到 比如说知识的详细内容 我要把它补充在知识后面 那我可能就会把它分开 分享 分享 就把它分开来 然后跟那个知识的相关的内容 就把它放在后面 去做解释 然后可以回应个人的 这个生活的需求 然后第二个核心思想是指 会适应现在生活跟未来的挑战 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跟态度 所以是为了适应未来的挑战 所以这个 然后所应具备的 知识能力跟态度 那你在做的时候 你一边读一边放 放上去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那这个都放在一起 好像不太合适对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增加一个小分类 比如说这可能是他的 这三个是刚刚第一点的部分 那这可能是他的面向 所以我这时候呢 我就增加一个叫做面向 各位先看我示范 先等一下再来操作 然后把这三个丢进来 然后 然后等你再去慢慢增加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 就会顺便把它做一点分类 好 所以核心素养强调学习 不以以 学习不以以科学的知识跟技能为限 这是他的特性 然后应该关注 学习的生活 学习跟生活的结合 然后透过实践力 显检个人的全能发展 所以你就把重点给摘出来 那一开始真的 你会觉得好像每一去都摘 对不对 每一去都摘下来 然后慢慢的你 你第二次再去review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可以适应现在的生活 即面对未来的挑战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它简化 生活 跟挑战 慢慢的会简化 然后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跟态度 然后不以学科知识及技能为限 不以 学科 技能为限 关注的是学习跟生活的结合 就是学习与生活的结合 然后 例行 实践例行 然后全能发展 你慢慢的透过你的阅读之后 你再增加一个分类 它的重点 这名称可以自己定 按你的自己的需求 好 重点是在生活 适应生活 适应生活 迎接挑战 所以你的那个 你在一边阅读的过程中 一边把栽药给抓出来 栽药抓出来 那在栽药抓出来的过程中 你会根据你的理解 越来越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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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甚至你 这个重点抓了多了之后 你会产生一些简单的分类 去把它做分类 做出一些分类 好 那这样子就 其实就已经达到阅读 理解 跟 把那个 重点 摘要出来的部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建立新制服的 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步骤